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ybertruck有分三個等級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每上一級就多一個摩打 Range 和Towing Capacity 會除每一級多一個摩打而增多 Range 由最低的Single Motor 數起分別是250mL Duel Motor 奧W Drive 300mL Tri Motor 500mL 第二級是482公里 第三級是804公里 如果按Range 計算的話 Ford F-150 Lightning 最長的距離300mL 就是跟Cybertruck的Duel Motor 同級 但價錢就貴了一萬美金 另外 Twitter 上也有內部員工說 F-150 Lightning 基本配置會用一個12inch的UI 即是小時候公佈又拿出來展示那台 那一台用的是一個15inch的網 所以你需要去到最頂配或者加一兩萬美金的Trim 才可以有一個大網 其實它就像Mustang一樣的 基本配置的螢幕都是小於你升級之後的螢幕 但調轉Cybertruck就清一色全部都是17吋螢幕 所以它發佈那天你看到所有東西都是頂配 換句話說你想要它展示日那一台車 就是這樣的話 你就要加很多錢在上面 所以你不要看它的起步價看得好像很划算 其實你去到Duelership店 它就要這個價錢 那一樣又要價錢 講到Duelership Tesla是直接在網頁推銷給你的 所以所有人都會同一個價錢 但傳統的車行都有Dueler 首先Dueler就是買一台車之後再賣給你 所以他們每一個地方每一個車行 給你的價錢都不一樣 但是Tesla就剪掉了這一部份 那變相其實是幫助我們 省了錢 那講完價錢我們講一下充電速度 它官網公佈的是如果用Ford出產的Ford Charging Station Pro 就是要充8小時才可以充到100% 如果想快一點是可以用Electrify America DC Fast Charging Station 就可以做到41至44分鐘 充滿它們的電 那張圖上面和下面的分別 就是上面是普通版的續航 和下面是extended range 就是Tesla的Duel Motor版 那相比Tesla的Wall Charger 它們需要最少7小時去充滿一部300公里以上的Motor Y 速度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Tesla的Super Charger就是自己做的 就不用用其他公司的Fast Charging 如果它們要出一個新的Charger 一定會是Tesla領先 所以如果你選了Ford的話 你一定要付錢其他公司去Fast Charger 而Tesla Model Y就是包了一年的Super Charger 那一部Pick Out Truck 最重要的就是Payload和Towing Capacity 它們公佈了它們的Standard Range 大概是2000磅 即907公斤 前面Franc大概是400L 即181公斤 而後面Truck可以放507公斤 Towing Capacity大概是778磅 即4500公斤 一個比較小的Trailer大概是4000磅 一個Travel Trailer大概是7500磅 如果想拖任何Yarge或小型船 都是足夠的 那對比Cybertruck Cybertruck三個Trim Level都是100公斤 而F150前後加起來大概是30公斤 那為什麼Cybertruck全部都是100公斤 因為它全部都是同一個Frame 是電子和Motor一樣 因為Tesla是用流水式生產 盡量把所有製造去一體塊 減少每一個Variation需要的設計和Stamping Mode 如果你的外殼全部都是一樣 你未來升級到Long Range也有這個機會 傳統石油公司就是給你很多不同的車型 然後所有配置在訂購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 等你不能升級到 還有它們假裝分很多不同的Grade 根本就是想你眼花撩亂去屈充你的錢 而Tesla就把它們簡單化了 只需要選擇有多少個Motor在裡面 其實它們做的東西就像蘋果一樣 立一個高標準 然後統一全部給你同一個配置 除了最主要的Range和Interior Design之外 UI額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等你不用想太多 還有有什麼最好的就直接給你 直接落單 什麼都不用想 那它們的Towing Capacity 就多於F150的頂配 大概就是14000磅左右 那剛剛就說完F150的Towing Capacity 不記得的話就看一下 它們頂配大概是7500磅左右 那F150的頂配是追到Tesla Cybertruck的入門能力 那我們回到Tesla的官網 Single Motor的Towing Capacity 就已經是7500磅 但是說到價錢 F150頂配的Base Price是6萬起 而Cybertruck頂配的Tri-Motor是6萬9 你當7萬吧 那貴一萬元 但是能力是高一倍的 因為你要對比F150頂配是追到Tesla Cybertruck的Single Motor到吊Motor 即是一到二級 所以其實你真的要買一輛Pickup Truck的話 你會選擇 好了 到最後要比較的東西 就沒有那麼重要的 但是很多介紹車的一定都會介紹這個數字 就是0-60的時間 那在官方網站Ford的馬力和扭力 分別是426HP和775TW Ford這個Standard Range 而Extandard Range的馬力 就高於Standard Range少少少 就是563HP 那他們發布日就透露了0-60的時間 大概是4.4秒 那拜登就試過這部車 或是4.4秒 那拜登說的和Ford的都是吻合的 就算有一兩秒上落 我認為我們是0-60至4.3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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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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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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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這個來做比較的話 我們用Tesla自己的車 Model S P100D 給人調整之前是2.6秒 調整完之後是做到2.2秒 它是503馬力和487磅扭力 但我們要看這部Model S比Cybertruck更輕 Model S是一部跑車 而Cybertruck是沒有流線型設計或減重特別輕 因為它是一部Pick up truck 題外話 接下來Tesla要出一部Model S的Plat版 那部是785HP和713的Torque 它的0-60是under2秒 那部是13萬的 這裡我們可以對比一下602秒以下的車有哪些 Bugatti Chiron 貨幣是2.4秒 是世界紀錄 它有1479馬力和1180磅扭力 它重4400磅扭力 售價是300萬美金起步 接著到Bugatti Fairo Super Sport Stock是2.5秒 有1184馬力和1180磅扭力 售價是200萬起 然後到19年出的Porsche Taycan Turbo S 它的Stock是2.6秒 是2.4秒 有630HP和443磅扭力 它重3,47磅扭力 這部是20萬起 留意這部是Porsche的第一部電車 所以什麼都發生了 Porsche Taycan Turbo S 在10.3秒後 直到10.3秒後 Tesla Model S的表現 在10.4秒後 直到10.4秒後 甚至最新的Cheetah站升級 還有一件事 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它們的重量 你們可能會看到Lambo的630馬力 都可以做到3秒以下 但你要看別人是故意把重量減到最低 以及有一個流線型的設計 把封鎖減到最小才有這樣的速度 Cyber Truck是一部44方方 沒有計算過DRAG Coefficient的實用車 而且Cyber Truck的重量差不多是它們的兩倍 試問哪一部Truck是可以做到這些速度 簡直是神經病 這樣的加速 價錢方面Cyber Truck加上FSD自動駕駛才是8萬美金 你覺得年輕人會選什麼 好啦 這條影片都差不多了 沒subscribe的就記得subscribe 還有記得要跟身邊的人分享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我可以給我和Tesla 和我一部Tesla 所以沒有人可以罵了 我們現在要做同樣的事情 但這次是會再次數字幕 3…2…1…2…2… 3…2…2…1…2… oh! 过130公斤 我们再试一下,又有什么?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是在车街上的一种车车,但这次是70mph 这款车是韩语的,所以这可能是选择用的駕駛 這是不是價值每一個的15 nivel 這根자가是193毫 khi桌上升 I've lost control I owe this paradise with honesty I owe it's a